妈妈信约已经二十多年了 虽然我对她们的教议和很多东西 我都觉得是匪夷所思 但我一直都容忍 但最近妈妈的健康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自己也很难再容忍下去 陈生说的这个会来自日本 七十年代已经传入香港 这个会最触目的事件 就是十五年前西贡发生的严重车祸 当时一群信众坐旅游车去西贡总坛 途中旅游车翻轴 造成四十三人伤,十九人死的惨剧 本来说他们回去的话 应该是得到神的庇佑 但整个过程中最终的结果就是 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会突然离开 所以变成有部分的会众都会失去信心 但当时那个负责人当然也有另一种解释 就是那群离开了我们那群信徒 可能他们来的时候 没有把神光带在身上 我觉得很荒谬 你回去总坛 必须要带神光在身上 解释是很难令人接受的 但她妈妈就深信不疑 其实妈妈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这个会的 我妈妈已经八十多岁 大概她是六十岁左右 主要都是经亲戚介绍 她说入会很严格 批准之后要买法宝旁身 这个就是神光 里面写了你的名字和入送日期 这一件事除了冲淪之外 就一定要带着 因为等于一个护身符一样 除低了一定要将它放入这个木盒 这件事也只是能够 拥有者自己去碰 不可以被其他人碰到 不可以跌落地 不可以弄骚 如果你弄骚了它 跌到或被人见到的话 好像犯了一个罪 险生而是要封一个叫借罪献金 好像要罰钱 是 如果盒子打在里面 你不能被人看到 看到的话 当然要借罪 这要不要钱 二十多年前的话 好像一次过要付六千… 我想六、七千元左右 神光要有袋保护 更换要付献金 弄骚了要付借罪献金 否则她说不会得到保佑 入了会,最重要是精灵 只要佩戴代表神的神光 强烈光波就会放射 说和无线广播电波相似 信人有能力可以帮其他人 不论你是信徒与否 她的做法就是用手指按在你头上 凌胸 对,凌胸是不需要碰到的 帮人做正灵的会躲起眼 瘦的也躺下头就躲起眼 我想大概两至三分钟左右 接着就会完成这个移植 主要是令到我帮人做正灵的身体也好 接受这个正灵的身体也好 即是没有病、没有痛 她的妈妈因为信静灵可以医病 不用吃药,差点弄得出事 最接受不了不用看医生、不用吃药 药物其实是有很多毒素在里面 只要来参加我们的静灵 或者是便宫 你就会得到这个医治 在这件事对我来说 我觉得真的挺匪夷所思 有一次发觉妈妈有种泼血的情况 会的人去谈这件事 得到一个答案就是 你不是去看医生 这件事叫做静化 静化就是把你身体里面 不要排出来 那是神在帮你 又要给一个叫做感谢献金 即是感谢神 直到有一次我相信 她的瘦血的情况 我想连她自己也害怕的 就是每天都有 而且也颇多 我看到的情况我更加害怕 当然最终一定要看医生 经诊断 幸好不是抢癌而是痔瘡 手术之后已经传疑 除此之外她妈妈也有情绪病 妈妈的情况其实是有些抑郁的症状 变了需要吃一些震静剂 变了如果她晚上没有吃震静剂的时间 我看到她就是 她一整晚就是走来走去睡不到 她每一次吃药的时间 她都说我们不可以吃那么多药 她很怕很抗拒 在新闻也看到有些精神科的朋友减了药 做了一些可能对社会有可大影响的事 我觉得其实是挺担心的 我妈妈也要吃血压药 没有吃血压药的时间 又令到我妈妈有一个状况 就是突然间她觉得头昏 还有脚的根是腫了出来的 最终就是与她看医生 医生和她摸完之后 就是说你是没有血压药 她说你会很好吃 她说如果你再不吃的话 你会白血管 她曾经多次因为吃药问题 和妈妈发生冲突 我觉得她的反应真的很强 有点像被人洗脑的感觉 其实早在20年前 不吃药的规条已经令医生很头痛 通常这些不是家庭医生 私家医生的 是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发觉 原来有些人就进去传教的 就多数是不肯吃药的了 为什么不肯吃药呢 就算被监住吃啦 立刻吃啦 在嘴巴 作作好像 吃了啦 那个派药员 或者那个护士一走转 都找出来的 不单是她不吃药的 有时她应该是隔离床位 那些人的 其实不需要你药也可以的 她找你他们来证明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医疗系统 都是一种困扰 车祸当时引起广泛的报导 这个会的发言人曾经否认症灵致病 不用吃药的说法 不同媒体也翻出这个会的丑闻 包括日本会长涂税16亿日元 被质疑私吞信中50亿日元 有日本信徒向法庭入品 指控要求借钱捐款 最终判决违法 也有香港的家属大闹这个会 要外母每个月捐款近一万元 之后不时都在讨论区有网民分享 很多名堂要捐钱 年年要换神光至少几千元 有网民说 我知她的高层都会病做手术 我姐姐病她说是静化 根据当时的报导 会的发言人强调 他们是注册的非谋利慈善机构 我们尝试搜寻完全没有结果 这个会在香港是遍布港九新界 总共有十个分会 而其中在沙庭的分会 就是在这栋住宅大厦里的二楼单位 位于西贡的总坛 平日不见有人出入 陈山说通常每个月 第一个星期日会有聚会 信众会游分会坐旅游巴直达 聚会当日 门口保安明显变得深严 当日大约有四至五个旅游巴进入了去 陈山说聚会过程神秘 亲属都不可以参加 从来不公开 直至疫情改为网上聚会 她才有机会目睹过程 另外一件事就叫自然龙法 你吃了我们的自然龙法的食物 你的身体或灵魂就得到决定 又不会有病毒入侵 它不是送给你们的教友 它是要买的 你是需要去买的 但卖的价钱 比市面上同样东西是贵几倍 譬如说可能是猪肉 如果你在街市买的话 可能是四十元到一斤 但如果你要用自然龙法的猪肉 大概是百二至百四元一斤左右 我自己觉得也是 另一样廉财的手法 这个会近年似乎越来越低调 陈山说疫情之后影响更大 由于他们的送众 大部分都是一些长者 他们的教义也说 不吃药、不打针 在疫情期间 我想大部分都没有接受 预防针或药蜜治疗 最终是没有再出现过 我们联络这个会了解 你好,我们是东张西望打来的 我们想了解一下 你们是否可以帮别人证明治疗病 不好意思,我不是负责人 对不起 想问一下有没有负责人在这里 那你等等 等了一会,同一位女士再接听 我们的负责人刚刚不在 所以你第二次再打来吧 或者我们有什么电话可以打给他 没有的了 所以我们的负责人也不在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能回答你了 对不起,再见 那想问一下 会不会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的会是否鼓励别人有病 不用吃药、不用看医生 你因为不是我的负责 所以我不可以回答你,对不起 再见 会不会有其他电话我们可以联络到呢 这次陈先生瞒着妈妈接受访问 甚至拿出法宝 他说是极之冒险 因为如果他知道 我也不知道后果会是怎样 但为什么我要冒这个险 拿出这些东西 和把这件事告诉你 就是我希望 如果现在还在信的人 就真的可以停下来想一想 究竟你们信的东西是什么 我希望会有多些人可以 真的醒过来